黄灾 这个在古代被称作是天灾中的最为恐惧的灾害,破坏程度远比旱灾厉害,因为它夹杂着很多迷信成分。 所谓黄灾,就是指数量巨大的蝗虫漫天而来,肯咬庄稼,破坏树木,经历子灾,村草不留,所以肯定会引起粮食急缺,积民遍野。 在古代,若是发生黄灾,皇帝都会跪拜皇神,祈求能够放过一方百姓。 在唐朝,有一位宰相,他不忍百姓受灾,在皇帝跪拜皇神时,说出了大实话,拜神有啥用,赶紧去救灾。 且说唐玄宗刚继位之初,开元盛世还未显现,山东各地来报,发生了皇灾,蝗虫肆虐,麻天蔽日,百姓若不点着火板,根本无法出门。 山东以乌半片装着,连树皮都被蝗虫吃光,唐玄宗大惊,赶忙让你不准备,他要亲自祭拜皇神,接连拜了两次,山东的皇灾却越来越厉害。 在古代,从汉朝开始,每逢遇到皇灾,都认为是老天降罪,帝王和各地周府都以祭拜皇神为驱逐办法,严令禁止百姓捕杀,一面触犯了皇神。 那日傍晚,在向姚虫带着山东的奏报,急冲冲,来到唐玄宗跟前,请令亲自去山东灭皇。 唐玄宗说,爱亲切不要去,待我明日再拜一次皇神,灾害便会消去。 姚虫说,陛下若认为拜神有用,山东各地就不会饿瓢遍野,如今拜神无用,不如拜我。 原来,姚虫认为,发生灾害,朝廷应该第一时间准备救援,然后提供办法,让百姓参与自救,一味地求神,作用不大。 第二日早朝,大明宫内发生了一场极其著名的争吵,双方分别是大唐的皇帝李隆基和宰相姚虫,围绕的主题是求助皇神帮忙,还是让百姓杀掉蝗虫。 李隆基认为,从刘秀开始,每到发生黄灾,都需要依求神的方式来化解。 姚虫认为,根本不存在皇神,要想消除黄灾,只有带领百姓杀掉蝗虫。 以往之所以求神管用,是因为黄灾时间较短,等求神结束,黄灾是消除了,那是因为黄灾自身固有的衰败周期。 如今山东的灾害比历史上都严重,朝堂上诸位大臣都不知如何是好。 最后姚虫说,我们不能拘泥就里,需要变通,陛下已经求了两次皇神,是否管用呢? 李隆基啞口无言,这场争吵已宰相姚虫胜出为结果。 最后姚虫亲自领命,前往山东灭黄,当地有官员宁死不愿杀黄虫者,姚虫先以雄便让其折服,如果再说不通,就先关押起来。 最后在姚虫的带领下,当地百姓整体出动,所有的沟壑基本上都点燃灭黄的篝火,漫天都是娇位。 黄灾七天消失,姚虫紧急从户部掉拨的粮食也已运到,所以并未引起其他次生灾害和民变,处理速度堪称史上最快。 为此后的黄灾处理方式,提供了很好的样板,姚虫是唐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,和唐初房玄陵等人,并称四大贤相。 当然,历史上贤明的在相,必须有贤明帝老板相配合,要不然谁敢为,撩一场黄灾,当众和皇帝争吵,唐玄宗敢叹约,若遥远重在,贼不得。